正门上方一块匾上书写着藏书阁三个仓劲有力的大字 与梦境中的一模一样 而它分明没有来过此处的 温文献觉得简直难以置信 打开藏书阁的门 走进去一排排连着屋顶的高大书架 上面插满了各种书籍 每个书架上都做了标记 记着此书架摆放的是哪种书 魏无羡无心去看那些书 它只是估摸着那棵树的方位 找到了对着的那扇窗 果然从窗里是刚好可以看到那根树枝的 在窗前有个书案 隔了几步之遥的斜后方 是根红色的大柱子 所有的一切跟梦中的一模一样 狼王鸡走了过去 在柱子前立定 温文献差点就要像在梦中一样 捉住它 把它捆在柱子前 去清那双柔软的淡淡的 充满诱惑的唇了 狼王鸡只是茉莉在那柱子前 静静地看着它 毛子如一潭清水 闪着清澈和深邃的光芒 恍然如梦 魏无羡蒸蒸地望了它 脑海中似有一些残碎的片段闪过 我是谁 我为什么在这里 它忍不住喃喃地自言自语 鼻子上秘密地浸出了汗滴 思绪翻飞 头有些痛了 不应 狼王鸡看到它神色变化 握住它的手 低声唤道 嗯 冷战 魏无羡舔了舔 有些发干的嘴唇 我觉得 我好似来过这里 可是 我又记不起来 我 魏英 想不起来 便不要再想了 我们先出去 好不好 狼王鸡不舍它想得那么辛苦 好 两人便转身出来 锁好门 已是近五十了 狼王鸡便引了它 一起去莲花屋吃午餐 绍是有莲藕排骨汤 却只是味无羡一人份 喝起来有一丝极淡的药味 但也还是很好喝的 魏无羡并没有深究 午饭后 温宁与绵面 自去厨房收拾 兰卫二人便在亭子间 看那水已经渐暖的池塘中 游来游去的鸳鸯 那连成一片翠绿的莲叶间 又冒出了好些尖尖的小贝类 不时有蜻蜓信耍略过 卫英 明日是星目的生辰 哦 明日 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 我都没有准备礼物给他呢 无妨 我们明日带他去采一阵逛逛 看他喜欢什么 就给他买什么 好 来了几天 还没有下过山 明天可以出去逛逛 魏无羡自然是很高兴 便回过头来 看着狼王姬灿然一笑 那红色的发带 随着清风 在脑后欢快地飞舞 狼王姬回望着他 毛子里闪着温柔细碎的星光 魏无羡看得怦然心动 行持神荡 不禁偷偷地期望着月晚快些来到 期望着能借着夜的黑 可以悄悄地亲近他 这是落入凡间的折仙 他却忍不住 想将它拥有 折自晚餐后 两人才上了山 回到静视门口 却见四追和星木 两人也在等候 星木见到两人 立即迎上前去 轻轻热热地 牵了魏无羡的手 四人一同入房 四追将手中拿着 一卷纸交给狼王姬 笑道 韩光君 这是锦衣 托我交给你的 狼王姬打开来 翻看了一下 两种笔记 虽然演示的算是很好 但还是被他一眼看了出来 当下不动声色地 放在了一边 毕竟从前 魏无羡受罚的时候 锦衣也是常常帮着他抄的 便也就不深追了 四追又递过两砖酒来 卫前辈 这是精灵 让我交给你的 说是云梦江宗主 送给你喝的 送给我 魏无羡其道 他跟那个江婉迎 实在没什么交集 上次便便妞妞地 在一起 坐了一个下午 也并不投气 没想到 却还记着他 将那酒瓶的塞子 拔开了 闻了闻 酒香扑鼻 好酒 魏无羡情不自禁地 赞了一声 四追便笑地 又道 精灵还说 江宗主说了 看杭光君和 魏前辈几时有空 请带着星母 一起去与梦住几日 哦 魏无羡更是诧异 星母却是很雀跃地说 好呀好呀 父亲 阿爹 我们几时去云梦啊 狼王鸡淡淡道 过几日吧 魏英 你想不想去 我 魏无羡不知 该如何回答 可是 星母用那种 热切期望的眼光 看着他 而人家江宗主 刚刚也送了酒来给他 也就不好意思 回学了 便含了笑道 星母即使想去 我也可以 陪你们一起去的 阿爹 说好的哦 不可反悔 我们过几日 就去云梦 来 拉勾勾 说必 对着魏无羡伸 伸出手来 魏无羡笑了 便也伸手 与他拉了勾 又说笑了些时 四追便带着星母出去 难忘今仍是 坐到了秦岸旁 魏无羡知 他要为他弹琴了 便也席地而坐 将头搁在了膝盖上 静静地听着 那轻烈而温婉的琴声 暗黄的灯光下 眉眼如画 风神俊朗 虽是失意了 但潇洒不羁的风姿 并未曾有半分改变 仍是那样 自带耀眼的光芒 令人离不开眼 这便是我的胃英 即便你什么也不记得 只要你在我身边 就好 我定会护你一世周全 狼王鸡有些走了神 手下不觉 有些许凌乱 蓝湛 你是不是 有些谈错了 魏无羡 却侧过头来看着他 微微笑道 啊 狼王鸡回过神来 错了 那时不夜天一战之后 为了助魏无羡恢复 而给他弹的曲子 叫做问心 只为他弹过 也只是在那时弹过 竟然错了吗 魏无羡翻手后 取出了自己的笛子 放到城边 朱臣微起 轻轻地吹奏起来 正是那曲问心 一个音符不差 蓝湛 是不是这样的 吹完了 魏无羡便笑着问 是 那你刚才 确实戳了几个音符 哦 抱歉 没办法 走神了 这有什么 每个人都会有错的时候呀 嗯 你是从 哪学的 这曲子 不记得了 也许很久了吧 魏无羡淡淡笑道 脑海中 似乎又有一些 打打杀杀的片段略过 好像 有人在叫 魏英 吹笛 那声音 怎么像极了 蓝忘机的 魏无羡不禁有些恍惚了 他谈眼望去 蓝忘机 已经低头 弹起了另一首曲子 启华 心漫漫的 归于平静 不绝间 害时已到 两人归于他 蓝忘机仍是隔着被子 抱住了他 又轻了轻 才放他 转身去睡 极有耐心 也极为克制 因有了那香炉的影响 没多久 二人便沉沉入睡 又不知过了多久 魏无羡醒来 他发现 自己又跟蓝忘机 一起来到了白日里 曾经来到过的地方 藏书阁 冷战 我们怎么又来这里了 蓝忘机正在回答 藏书阁内忽然爆发出一阵 放肆的大笑 怎么回事 两人带着狐疑 来到那处 亮着灯光的窗边 向内瞧去 一张书桌旁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 正在拍桌狂笑 哈哈哈哈大笑 这少年的面容 那样的熟悉 不是年少时的自己吗 魏无羡迷惑地望向蓝忘机 蓝忘机点点头 而一旁 立着一个同样是 十五六岁的少年 却是年少时的狼忘机 地上扔着一本 书页泛黄的图册 狼忘机正怒急而笑 魏英 少年魏英 笑得几乎滚到书岸下 好不容易举起手 在 我在 蓝战痛制道 不知羞耻 魏英道 这事也要修一修 你别告诉我 你从来没看过这种东西 我不信 不过 你若是真不懂 我还是可以教教你的 我也还有好多这种书 你若是想看 我也可以借给你看 哼 又忍不住 大笑了起来 蓝战听不下去了 满面寒霜 提剑而上 魏英吃了一惊 迎剑还击 两人就这样 在藏书阁内 过起招来 魏巫线奇怪地望着蓝望机 蓝战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 我还跟你打过架吗 蓝望机笑笑不语 两人又继续观看 那边两人打得激烈 蓝战一剑飞去 两剑相击之下 双双脱手 剑被震到了窗外 魏英剑 剑已脱手 微微一惊地 哎 我的剑 一边喊着 一边就要跃出窗去抢剑 蓝战 却从他身后猛地扑来 将他扑倒在地 魏英手忙脚乱地挣扎起来 你来我往的几下之后 两人顿时乱七八糟地 扭打作一团 魏英拼命瞪腿 胳膊肘 撞来撞去 却是怎么也逃不出 蓝战四肢的封锁 像是被一张牢不可破的铁网罩住了 蓝战一手抓住他的双腕 压到他身后 沉声道 你 刚才说 要教我什么 要给我看什么 口气听似冷淡 目光中 却似有火山 即将喷发 魏英只得装傻道 我刚才 什么也没说 我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我胡说八道 你千万别当真 快放开我 我还要抄书呢 蓝战目光里 隐隐有火光跳跃 二话不说 一把摘了头上的抹额 绕了三圈 将身下的魏英 双手牢牢捆住 打了个死结 窗边的魏巫线 转头望向身边的狼望鸡 只见他脸色依然雪白 耳垂却变成了粉色 蓝战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 藏书阁的书岸边 魏英被蓝战绑得鬼哭狼嚎了一阵 安静下来后 试图给他讲道理 蓝战 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这样 就是心胸狭窄了 你放开我 不要胡闹了行不行 胡闹 我没有跟你胡闹 我是认真的 认真的 什么是认真的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放开我再说 不放 狼望鸡冷冷地道 是你先惹我的 说必便轻身压了上去 卡死了魏英的身体 魏英见识不好 忙道 是是是 是我不对 我不该给你看那车子 不该来打扰你 你放过我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什么车子 两人便一起向地上望去 那原先被置在地上的书 恰恰打开在一页 上面是一幅令人极为羞耻的小图 啊 蓝湛 不是这样的 魏英惊呼一声 蓝湛 却已照着途中所示 开始动作起来 好 好